大家好,現在呢我們來到陶本 現在呢我要幫大家做一個比較 那就是關於CB650R還有這台Trydon 660的一個直球對決比較 那麼首先呢我們先來看配備的方面 在配備方面呢 CB650R它的這整個前總層是SHOWA的SFFBP的總層 那這個金筷子呢非常漂亮 配上它這個輻射對視卡鉗還有浮動疊盤 真的是非常的香 那我們來看到Trydon它一樣是一個陽極黑的這個處理 但是它這個SHOWA的前超它是SFF等級 它就沒有BP這個等級這麼的高 那兩者一樣都是不可調的 但是比較可惜的就是Trydon 660呢 它採用的是單二的這個固定的疊盤 配上單二的這個卡鉗 所以它就不弱CB的這個你SIM的輻射對視 跟浮動疊盤來的這麼的香 在自動力方面呢Trydon 660它就是比較屈居下風 但是呢因為Trydon 660它搭配的這個是金屬油管 它全車都是配金屬油管 所以說在騎乘起來煞車的手感上面 其實Trydon 660它的整個手感會是比較明確一點 手感會比較好 然後呢CB它因為是搭載這個橡膠油管 所以說你在煞車的時候 它的這個手感是比較 比較柔和的 所以說你在騎乘起來 我是比較喜歡Trydon 660它的這整個煞車自動的手感 那再來我們來看到兩者的這個大燈設計呢 都是全LED 但是呢Trydon 660它有做出一個類似燈杯的這個造型 那在燈杯的後面這邊它有做出一個這個切削 所以說我們可以看到其實Trydon 660它的這個車頭的復古元素是比較高的 而CB呢它則是用一個薄型化的大燈 它的這個燈杯的造型基本上已經看不到了 然後呢再加上它這個整個儀表跟這邊的這整個造型搭配呢 你會覺得欸兩者相比起來啊 Trydon它的頭更加的有這種復古風格 那這後照鏡跟它的整個方向燈的搭配的位置跟形狀呢 其實我覺得兩者是蠻相像的 那麼在把手高度上面從這邊這樣擺在一起看 其實你就可以看到啊 CB它的整個把手高度比Trydon低了一截 那騎乘姿勢也是 剛剛我把車起來的這個路上呢 其實Trydon它的整個騎乘姿勢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的 CB呢它這個原廠車的姿勢啊 就是比較偏向運動化一點 你的人會比較前趴 然後呢你的把手感覺比較寬 比較前傾的這種姿勢 因此啊你從這個比例正面來看 這是CB的這個把手再加上它的整個寬度 那麼Trydon大家來看一下就是沒那麼的寬 然後呢把手比較高 因此在騎乘的時候呢舒適度上面來講 我會給Trydon一票 那麼在我們來看到這個側面啊 我相信大家很關心的就是它的整個著作性 其實Trydon它的放角性比CB60R來的好 剛剛呢我的業務R級它也有實際的跨過 以它自己接觸這麼多台CB 那麼再接觸這個Trydon呢 它就覺得Trydon它的自角性 跟它整個坐墊的這個柔軟度 舒適度確實比CB好 CB因為它四缸的關係啊 所以它在這個地方它會比較爆出來 那麼在這個地方它就是比較往外擴 因此你的自角性就會在這邊會比較開一點 而Trydon因為它三缸引擎的這個寬度比較窄 所以說你在它的這個地方呢 它這邊基本上下去的時候 你的自角性是很不錯的 所以說你看喔 我在放角的時候 基本上我在這邊在放角的時候啊 它這邊是凹下去的 所以說你的放角性就會比較好 而我們來跨CB看看 那我們來跨上CB之後呢 它這邊 這邊就是比較外擴的 所以說你的放角性啊 就不會像Trydon這麼的好 但是這畢竟是剛速的差異 所以說這個是非戰之罪啊 那在後座的部分呢 Trydon這個後座的形狀 它是一體成型 而且它這個後座這個矽膠的這個彈性啊 柔軟度摸起來跟它的厚度啊 摸起來都是比CB來的好的 然後呢 整個車子的這個造型看過去啊 你會覺得Trydon它散發出的這個質感 跟CB是不大一樣的 CB呢它在車所散發出的 是比較粗獷一點的這種感覺 Trydon呢 看起來就是比較優雅的這個線條 它的樓線曲線非常的多 包含這椅子的切小 都是一個曲線圓弧型的設計 那油箱呢比較偏向水滴狀的設計 跟CB這種比較多線條 比較空汙有力的感覺呢 就是不大一樣 再來就是Trydon呢 它搭配了一個多連桿的後避震器 那CB沒有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講一下騎乘的感受上面 首先呢在聲浪的表現上面 我覺得兩者各有它的一個特性 但是呢我個人是覺得CB60它的運轉品質會比較好 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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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兩者在發動的時候呢 Trydon 6-0的這顆三缸引擎 跟之前我騎乘過的 TreeTrip 675R相比 它的引擎的運轉是比較慵懶的 然後呢 它會帶一點點雜雜的感覺 那CB 它當然也會有一點雜雜的感覺 但是呢 它在低轉的嗡嗡聲 跟高轉這個綿密聲音 我覺得是比Trydon來的還要享受的 當然這是我個人的這個喜好問題 在實際騎乘上路的表現啊 其實以四驅的反應來講 如果你是騎過全馬力的CB 再騎這一台台本版的CB 再騎這台Trydon的話 你會可以很明顯感受到這三者的差異 首先呢就是 在低速 假設你今天用三檔在車流中 走走停停 然後你要再加速的話呢 Trydon它的整個油門再加速的反應 線性度是做得非常好的 CB如果是在閹割的狀態下 你在四驅三檔巡航 那你要突然做個大油門加速超車的時候呢 你就會覺得 誒車子的油門會lag 那這台車它相對來講 它的油門線性度就做得非常的棒 但是呢 在整個動力在過六千轉之後的 整個延伸跟暢快反應呢 CB比較好 再來就是它的運動性方面呢 我覺得也是CB比Trydon來得好 因為呢 CB它的整個 哇 哈哈 Trydon它這個整個騎乘車還是比較偏向正立 偏向比較舒適的靠攏 所以說在運動化的表現上面呢 在一樣的地區 一樣的這個路段 你在做左右過彎的時候 其實CB它給你的這個運動性表現啊 會比較多一點 它會告訴你說 誒再把我帶下去一點 帶下去一點 但是Trydon呢 它在做這些動作的時候 它就會顯得比較中立一點 它就會跟你講說 誒大概這樣子可以過去就好 不用再繼續下去了 它的整個過彎的導向性來講 CB會比較好 那麼提到這兩台車呢 就不得不提一個選配的配件 我覺得都是兩台車都有 但是Trydon好非常多 就是快排 以CB這台車來講呢 因為它沒有電子節氣門的設計 所以它只有進檔快排 它沒有退檔快排 而Trydon 660呢 它則是有進退快排 剛剛我試了一下這個進退快排啊 它整個進退快排的這個水準啊 非常非常的高 甚至呢 我覺得已經上打其他的 比較高階的對手了 因為它是整個進檔快排 退檔的這個反應呢 輔游的反應都做得非常的好 它在進退的這個斷火跟點火啊 這個寫的MAP真的是非常的優秀 那據他們的安東的這個公關給我的資料啊 這個快排的點火跟斷火系統 是他們工程師特調去寫的 它的這整個斷火點火 它是123氣缸 它是分別抓取最佳化的時間 然後不同的這個時機來做一個斷火跟補火 所以說跟一般外面坊間常見的改裝的快排相比啊 原廠快排還是有它的一個優勢在 而跟CB的這個快排相比呢 Traden 660的這組快排啊 我覺得真的是好上太多了 之前我的CBR60R的快排影片我有分享 就是原廠的快排在原廠排氣管裝那樣 會有一個斷點的感覺在 然後呢 在騎乘起來 它有些轉速域也不是寫的這麼的好 但是Traden 660在這快排 不管在哪個轉速期呢 它的整個換檔的細緻度跟換檔反應呢 都非常的好 那再來呢 總體騎乘的感受上面啊 Traden 660它的整個齒比是比較密的 而CB呢 它在每個檔位之間它的氣比較長 所以它的齒比啊 它就沒有做得這麼的密 它也不是完全的一個加速取向 所以說你看它的這整個後齒盤啊 Traden的後齒盤很明顯的就是比CB大的一圈 那麼在騎乘的時候呢 我就覺得 整個在市區的加速零力性呢 Traden就會很好 但是呢 高速巡航的時候 CB會比較棒 好 那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CB60R跟Traden的一個 比較跟分享了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呢 或是有什麼想知道的這個比較值呢 可以再問我 然後呢 我可以再幾下幫大家解殺 好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 我們 Waldorf 我們就給大家看 我們來拍照